亲爱的朋友们,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当中参加我们的福音聚会 什么是福音呢?福音就是好消息 很高兴我们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好消息 福音就是好消息 从去年三月初疫情开始在美国爆发到现在已经过了一年多 虽然现在疫苗已经从去年十二月中开始 照理说感染率应当下降 可是陆陆续续我们却听到有许多熟悉的人最近也感染了 我们心中的惶惶不安也并没有因为疫苗出来而有所减轻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头告诉他惶惶不安的门徒 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朋友们,今天我们要向你们分享的好消息就是介绍你们 认识这位能资认识这位能赐你们平安并胜了这世界的主耶稣 虽然我们不知道明天或甚至下一刻会发生什么 但我们确信,主他必定掌管一切 我不知明日将如何 没时刻暗暗度过 我不求明天的阳光 因明天或转赢啊 我不为将来而犹豫 因我知诸所应许 今天我必与诸同行 他甚至前途黄金 许多事明天将领导 许多事明天 许多事明天 但我知诸所掌握明天 但我知诸所掌握明天 他知诸所掌握明天 他知诸所掌握明天 每时刻暗暗度过 我不求明天的阳光 因明天或转赢啊 我不为将来而犹豫 因我知诸所掌握明天 因我知诸所掌握明天 今天我必与诸同行 他甚至前途黄金 许多事明天将领导 许多事明天将领导 但我知诸所掌握明天 但我知诸所掌握明天 他必要令我向前 亲爱的朋友们 你们好 感谢神我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在这里向你们说见证 我是在大约95年的时候 被朋友们请去了福音聚会 正如你们现在一样 被请来听福音 在那个聚会当中 我听到了耶稣的名字 初次听到耶稣的名字 耶稣他是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 耶稣这个名是神儿子独生的名 这个名何等的甘甜 何等的辛香 正如倒出来的香膏一样 我当时就被这个名字深深的吸引 因为他为我的罪死了 他而且埋葬了 而且他也第三天复活 这个实在太吸引我了 也许朋友们你很想问我 这个女人患了什么罪 耶稣为她的罪而死呢 朋友们 那我告诉你 我其实患了很多罪 可以接任圣经的一句话 我在罪人中是个罪魁 难而我们能怜悯 感谢神他拯救了我 我就这么简单的相信 耶稣接受他做我的救主 我如果不信他的名的话 我的罪就定了 就因为我相信他的名 我的罪就得了赦免 从那一刻起 我自己个罪得赦免的来 感谢神 后来我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发现圣经里面 在路加福音16章那里 记载了这么一段话 那里有一个财主 他换我们今天的话说 他天天都是穿着名牌的衣服 高档的衣服 天天奢华艳乐 今朝有酒今朝醉 他不会想到明天 能何时会死 他没有想到这些 还有一个人叫纳沙路 他是一个逃犯的 他浑身身穿 然后呢 他被人抬到财主的门口 在那里 巴不得从他的桌子 上面掉下来一些碎渣耳 能够让他冲击 狗眼来填他的身体 所以后来呢 纳沙路也死了 那个财主也死了 我知道了 原来不管是富裕 富足 贫穷 像纳沙路一样 富裕像财主一样 健康像财主一样 衰落像纳沙路一样 然而 能的结局 在死亡面前 是公平的 能能都有一死 按着圣经来说 按着定命 能能都有一死 死了且又生怕 我何等的感恩 这个故事读了以后 我知道原来我的 被主耶稣拯救 是这么极大的一个救法 把我从这样 死亡里面给救回来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纳沙路有信主 好像我接受的主耶稣一样 他死了以后呢 他在一个 一个信主的人代表 这个代表的话 有一个人叫亚伯纳哈 他被带到他那里去 在那里得安慰 在那里享福 没有饥饿 也没有生病了 再也没有穿 身上的穿了 但是呢 这个财主呢 他也死了 他呢 却在那个阴间里面受痛苦 他正想 让他上路 用那个指头 那个张一点水 凉凉他的舌头 因为他没有信主 他没信主 他死了以后 他就去阴间的火焰那里 极其痛苦 所以我读了这段话的时候 我很感恩 主耶稣救了我 不让我去那个受苦的地方 财主可能 当时他还不知道 他自己不再生前 他后悔 但是没有用 他这样子想 拉撒路张水给他 凉凉舌头的时候 亚伯拉罕回答他说 那个是不可能的事 后来呢 他就后悔说 叫拉撒路去他家里 他还有五个弟兄 还没信主 叫他们不要到我这个地方 来受痛苦 我真的很感恩 我读了那段圣经 知道我不需要后悔 正如经上说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 朋友们 我们不做后悔的事 好吗 我们做个听劝的人 我们趁着今天 就接受主耶稣 做你的救主 白白的恩典很简单 你也会像我一样 享受这个 何等的福气 感谢神 我们这一年 一起都经历了 这个疫情 把两百多万的人 带去 死去 所以我们都不知道 明天将如何 虽然我们刚才弟兄 也说疫苗出来了 但是这个病毒 还没有止息 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 但我们珍惜今天 信耶稣 就算死了 我们不会去那火焰里面 去受苦的地方 这是我是绝对的把握 向你们做见证 财主他还不知道 将来还有第二次的死 当审判的主耶稣 来到地上的时候 他要审判这个世界 审判信主跟没信主的人 没信主的人 还要将来的灵魂 还要丢在那个 烧澡的硫磺和火壶里面去 朋友们 你们不要怕 只要信 我讲这些 不是来吓唬你们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 但是感谢神 那个死亡跟阴间将来 都要丢在 硫磺和火壶里面 所以呢 我们今天趁着现在 来接受主耶稣 做你的救主 当然更是我的救主了 为什么我会安慰你们 不要怕只要信呢 因为那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手里 他曾经为我们罪 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他拿着死亡跟 他复活了 而且活到永永永永 所以他拿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 换句话说 他有权柄来掌管死亡跟阴间 这个门如果不向你打开 你走不进去 感谢神 主耶稣 他这个是用他生命的代价 来换你我不要去那里的 所以朋友们 何等的感恩主耶稣来到地上 为你为我而死 我下面就想唱一首诗歌给你们 给你们听 基本上我的简短的见证 都浓缩在这首诗歌里面 但愿你做个听劝的人朋友们 时候不多 只有一点点时候 那要来的就来 审判的主就要回来 神的意念像你们 其实所怀的意念是 是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他要是要叫你们在末后有指望 好我最后想唱一首诗歌 神盘的主快要回来 欢喜向他归伴 亲爱和忧虑的罪债 趁佛叫他担待 为何至今能不悔改 更远的后淘汰 今天还是安门打开 以后机会不再 专会专会何必失望 请听救助呼呼 他在世家讲罪荡荡 成本的这场 何不成世引路盘旋 寂静相信接受 上帝如期饮血与约 从此高增无忧 感谢主 下面时间交给我们的弟兄 陈思敏弟兄 为大家讲见证 朋友们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陈思敏 今天我在这里有机会 跟大家分享见证 是我祖的恩典 我记得我刚刚过中国年的时候 有很多人感觉 巴不得2020年快点胜着 因为这一年是多次的一年 给我们的感觉里面是惶恐 没有平安的 我们都盼望在新的一年里面 我们有平安 有好的开始 有好的盼望 但我们知道 明天不在我们 我们只是这个盼望而已 关于2021年是怎么样 我们也不清楚 因为我就在 刚刚过往中国年 没有多久 我就被新冠病毒感染 我在2月19号 我就开始生病 我们知道 当这个病领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都会紧张 因为有许多人 是因为的生命 就被这个病夺走 如果一个人得了这个病 就意味着他的生命 已经受到了威胁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很紧张 因为我们都觉得生命的宝贵 跟生命的价值 如果没有生命 我们什么事都做不了 我们有了生命 我们才有价值 所以当我得了这个病的时候 是在我的神的手中 如果神要我成佛 没有任何的疾病 可以把我的生命夺去 所以当我来到 我神面前祷告的时候 我就有了平安 跟着这个平安的带领 我知道 我能经历这样的病 是神的恩典 神叫我更多的来经历他自己 我会平安地走过来 我有把握 因为我在里面 神他把他平安示给 我相信这个平安 如果你们以后 接受我们这位主了 你也会经历这样的平安 许多我们接受耶稣做救主的 都可以为你做见证 这个从生命里面 那个平安 当我生病的时候 我打电话给医生 医生就告诉我 他说你要小心 不要怕 如果发烧 发了一百度以上 你就要小心了 如果缺氧你降低太低了 你就要接受氧气 因为你这个都要小心 但是他又没有药给我 那我怎么小心 这一些不是靠我小心 所可以来控制的 病当病发作的时候 我知道 我在这个经历里面 差不多有九天 在每一天里面 我都是下午两三点 开始发作 就是两三点 把病发作发烧的时候 我就是吃了 去收药 都没有用 一直发到晚上十一点 以后我吃了药 晚上花汗去开队 每一天都是这样 发病的时候 血氧就掉下来 但这个不是我自己能住的 不是我小心可以解决的 我就来到我的神面前 依靠我的神 祂要告诉我 你要靠自己 祂说的靠自己 就是靠我们自己的免疫力 靠我们自己 到我这个免疫力 我知道神叫我的时候 已经把这个免疫力 放在我的心里面了 因为这个免疫力里面 就会上升 所以我所依靠的是这个 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清楚是神已经给我了 我就老到我的神面前 我向祂祷告 神也安慰了我 所以我看着这个 我一天一天走过去 虽然我不知道 我明天怎么样 虽然我不清楚 这个病 明天发生的时候 它到底要烧多高 它血氧会掉到多低 它一直说我小心 但我靠小心 我们知道能不能有办法 又没有药 但是我就是靠着神的恩典 靠着神所给的 我了 我一天一天就走过来 我就 差不多九点以后 我就开始回忽了 所以感谢 这是要感谢神 是神的医治 是神的证顾 祂保守的我 我在这里 可以向你们做真正 就是我们这位主 是生命的主 我们的生命 是掌握在祂的手中 只有祂学让我活着 没有任何的疾病 环境可以把我的生命夺去 因为我这位主 是掌管明天的主 虽然我不知道明天将来如何 但是祂是掌管 因为祂是神 我只能每一天 每年在这个病痛里面 我把每一天 我交给神 交托给祂 眼望祂 向祂祷告 祂就保守我 我一天一天的 平安走过来 我的罪悟了 这是生息的 为了这一次 我能够经历神的恩典 我感谢祂 但我记得这一次 我有更多的得着祂 对祂有更多的认识 在我信心上 在我依靠上 我都得着祂的恩典 我实在感谢我的神 我的见证就讲到这里 我将以下的时间 交给开平弟兄 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李开平 我是在纽约市 阿拉圣 巴伯纳街旁 与三百多位 基督徒一同聚会 的其中一位弟兄 什么是基督徒呢 就是基督耶稣的门徒 也就是相信 耶稣基督 是我们的救主 并且愿意跟从祂的人 所以我要首先 来代表 所有邀请您 参加今天 福音聚会的基督徒们 来向您问安 不论您现在是人在何处 或许是在美洲 或许是在亚洲 或许是在世界上 任何一个角落 我知道您都是我们基督徒 弟兄姐妹 心中挚爱的家人 或者是他们所关爱的 朋友 同学 或者是工作上 职场上的伙伴 而我们 心中最大的盼望 就是愿意 今天你们听见 诗歌 见证 并且信息 你们可以蒙恩 与我们一样 从今天开始 就有一个崭新的生命 成为耶稣基督 蒙爱的儿女 不仅是蒙爱 蒙恩 蒙福 更是得蒙拯救 所以我想首先 我要与朋友们 一起来看一段 圣经上的经文 我们一同来思考 生命的意义跟价值 这段经节是这么念 爱 你们有话说 今天明天 我们要到某城里去 在那里住一年 做买卖 得利 其实明天如何 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原来是一片荧物 出现烧食 就不见了 你们只当说 主若愿意 我们就可以活着 也可以做这事 或做那事 所以从这一段的经节 我们看到一开始 他是说 嗨 意思就是一个非常惋惜的一个 惊叹号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从这一段的经节 我们就可以看到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 就是人的一个抱负 一个愿景 第二个层面 就讲到生命的本质 第三个层面 就讲到 谁是生命的主宰 我想我们知道 在地上有一般人 他们可能雄心壮志 而他们的愿景就是 要成为一位成功的企业家 或者是顶尖的领导人 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作为和事业 也有另外一般人 他们的愿景 就要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家 来造福国家社会 也有另外一般一般人 他们可能愿景是要成为 知名的哲学家 科学家 音乐家等等 还有一般人 他们的愿景 就是他们的下一代 因为他们对自己 已经不抱任何希望 所以他们希望 他们的下一代 他们的儿女们 来完成他们 自己的志向 成为一位成功的人 我想在场 可能很多的父母亲 都是如此 但是我们看见这些愿景 这些抱负 乃是与明天 或者是与未来相关 而这些愿景的背后 你们想想 是什么是最基本 最基要的条件呢 是人的聪明 才干 努力 学士 还是甚至是资金呢 当我想到这边的时候 刚才我们的弟兄也提到 在过去这一年 我们都经历了一场 非常大的风暴 从前年的12月 新冠肺炎 从中国快速的延展 他们的家庭 他们有他们的愿景 以及报复 但是当生命 走到尽头的时候 这一切都成为虚空 所以当我们回想 刚才所读的经节 你们的生命 是什么呢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 出现烧石就不见了 是的 谁能够知道明天呢 明天来临的时候 谁能知道发生什么事呢 但是在这边 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生命的本质 原来是像一片云雾一样 当我们观看天空的时候 我们觉得天空的云彩 非常的美丽 这一分钟在这里 下一分钟又在那里 但是再过一分钟 这朵美丽的云彩 就消失了 同样清晨的雾气 也是非常的朦胧美丽 但是当天空的温度升高的时候 这一片云雾也就消失无踪了 耶稣在圣经里面 曾经告诉我们说 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性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 患得生命呢 所以我们一方面 我们看见生命的可贵 我们也看见 生命的短暂 以及 生命的短暂 以及快变 所以为什么 在这边 这个比喻当中 这个人说 主若愿意 我们就可以活着 也可以做这事 或做那事 在这里 这个人 他有一位主 就好像所有的基督徒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命中 有一位主 而这位主 是天地万物的主宰 他是万王之王 他也是万主之主 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 也因着这个样子 就好像刚才 第一首诗歌 我们唱 我知道主掌握明天 纵然有许多的事 在明天要发生 但是我并不惧怕 因为基督徒 因着有主 就好像刚才 弟兄的见证 我们就不为明天忧虑 也不再因着死亡 而惧怕 因为知道 他每天 与我们同行 现在让我们 再看另外一处的 圣经节 在这边 是这么念的 这是耶稣 他自己说的话 他说 我救世门 凡从我进来的 一然得救 并且出入得草吃 盗贼来 无非要偷窃 杀害 毁坏 我来了 是要叫羊 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 为羊舍命 圣经里面 常常用羊 来抵御人 在这边 耶稣也同样 他说 我来了 要叫羊 得生命 也就是 要叫人 得生命 为什么 圣经中 用羊 来抵御人呢 若是我们知道 羊的特质 羊是在 所有动物里面 非常没有防御 的一个动物 当猎物来的时候 他常常成为 猎物口中的美食 为什么呢 因为羊的眼睛 虽然可以四面八方的看 但是 当往前看的时候 他们的看 却是没有深度的 所以当 这些豺狼走兽 进到羊的鼻子面前 羊还是不知道 他的危险已经到了 另外我们也知道 羊 若是要跑的话 要逃跑的话 他跑得非常的慢 有 这个科学家告诉我们 羊最快 只能跑20英里 所以当 有豹来了 狼来了 那当然 羊就成为 他们口中的食物 另外我们也知道 羊 当他一跌倒 他落实四脚朝天 他自己是站不起来的 所以 当羊 走迷的时候 他是绝对 找不回来 并且 他就落在一个 非常危险的环境里 主耶稣在这边 告诉我们说 他是羊的门 他是羊的门 羊需要牧羊人 羊也需要羊圈 而耶稣 就是这羊圈的门 羊圈的门 有保护 保守的工作 并且 耶稣也说 凡从我进来的 就是进到羊圈的 必然得救 并且出路得草吃 这位牧羊人 耶稣基督 他不仅 是我们可以得救 并且他 带我们 引导我们 让我们能够 吃得饱足 接下来 他说 我来了 要叫羊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这边讲到的生命 当然不是指着 我们现在 在地上的生命 因为这边 他所赐的生命 是一个真实的 平平平安 喜乐 安息 自由 并且有盼望 的生命 也是一个 属天的生命 更是一个 胜过 死亡 和罪的生命 而这个生命 他所赐给一切 相信 接受 他的人 是在今天 我们就可以 来经历的 就好像 刚才 我们的弟兄 以及姊妹 所做的见证 耶稣 也告诉我们 说 他说 我要将我的平安 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平安 不像世人 所赐的 你们心里 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为什么 我刚才要讲到 这个生命 是一个自由的生命呢 我就想起 德国一个哲学家 他曾经这么说 他说 自由 不是 你想要做什么 就做什么 自由 乃是 你不想做什么 就可以 不做什么 我也想起 圣经上 一位 跟随耶稣的 门徒 他这么说 他说 我所做的 我自己不明白 我所愿意的 我并不去做 我所恨恶的 我倒去做 我也知道 在我的里面 就是在我的 肉体里面 没有良善 因为励志 行善 有的我 只是 行出来 由不得我 所以我们就看到 这边有一个律 也有一个 瑕疵 让人 没有办法 得到自由 而刚才所说的 自由 也只不过是 外面 肉体的自由 但是真自由 乃是指的 灵力的自由 是 不再受 罪和死 为奴仆的自由 我又想到 另外一位 匈牙利 一位爱国诗人 他曾经做了一首 非常有名的诗 他说到 生命 生命成可贵 爱情 价更高 若为自由 故 两者皆可抛 你可以把这句话 当作是一首诗 来欣赏 你也可以把这句话 当作是一个 为着自由 可以 抛头颅 撒热血 的革命意志 来钦佩 但是这边的自由 还是只是 讲到 外面 身体的自由 思想的自由 但是当人 落在一个 罪的光景的时候 我们知道 人没有办法 从罪的 瑕疵里面 得以自由 而罪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不要说 罪只是犯了 违背律法的事 若是您看看 小孩子的话 你就知道 罪在人的心中 在人的里面 小孩子不需要 教就会自私 也会贪心 也会嫉妒 也会骄傲 会增进 甚至还会说谎话 而罪 它的代价是什么呢 圣经告诉我们说 罪的工价 乃是死 而这个死 还不是我们今天 露身上的死 而是有一天 这个死 乃是永远的死 但是感谢神 这句话 不是只是停在这里 罪的工价 乃是死 唯有神的恩赐 意思就是神 的礼物 的恩典 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 乃是永生 记得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经节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 为羊舍命吗 耶稣不仅是我们的牧人 他带领我们 他带领我们 他引导我们 他更是一位为我们舍命的好牧人 耶稣不需要死 但是若是你知道明白的话 在两千年前 耶稣这一位没有罪的人 被钉在十字架上 舍命流血 为着是什么呢 他担当你和我一切的罪迁 也因着他所受的刑罚 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 圣经又告诉我们说 神拆他的儿子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从哪里得救呢 乃是从罪和死的诠释中 救拔出来 圣经上又告诉我们说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其他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所以今天亲爱的朋友们 你们听见了见证 也听见了这得救的福音 你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 做你们的救主吗 耶稣也告诉我们说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今天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事 成为我们的重担 但是唯一的重担 是我们所不能担的 乃是罪的重担 但是当我们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 我们接受他 相信他 圣经告诉我们说 神爱是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我不知道 成为 不仅成为你的救主 更是成为 您一生的主 引导你一生 来走一路 所以若是您愿意的话 您可以跟我做这样子的祷告 我念一句 您也可以跟着我念一句 在最后的时候 我们说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阿们 意思就是 我刚才所说的 都是真实的 好 让我们一头盯头一头 一起低头 有这样子的祷告 若是你愿意的话 你可以心 将你的眼睛闭起来 心向着神 向他做以下的祷告 亲爱的耶稣 我感谢你 今天让我听见福音 也明白 你为我的罪 印在十字架上 让我能够借着 相信你 得蒙拯救 可以从罪和死 的捆绑中 释放出来 我愿意将我的心门 向你敞开 接受你 做我的救主 求你继续引导我 在你的救恩中 成为一个心造的人 我将我自己 交托在你的手中 我愿意更多的 来认识你 这样的祷告 奉我主 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接下来在 还没有结束之前 还要讲一个 非常重要的 一个福音 这个福音跟刚才 讲的 并没有 任何的分别 但是若是不讲 这个福音 就不完全 当我们 所相信 认识的主耶稣 在地上 我们知道 他 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 他叫 死人 他叫 瞎眼的人 可以看见 叫 龙子可以听见 叫 瘸子可以行走 叫 死人可以复活 他说一声话 说一句话 就可以叫 海上的大风暴停止 但是 在他生命里面 发生最大的一个神迹 就是他从死里复活 刚才我们提到了 他为我们的罪 背负我们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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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十字架上 神命流血 他被埋葬了 但是按照圣经 所预言的 他从死 他三天之后 从死里复活 并且他复活之后 有四十天之久 他向他的门徒们显现 来传讲神国的事 在四十天之久之后 在一座山上 当他的门徒看着他的时候 就有一朵云彩 把他接到天上去 之后就有天使对着他的门徒说 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 这离开你们被接到天上的耶稣 他怎么样子上去 他还要怎么样子回来 亲爱的朋友们 这是我们基督徒 所有基督徒一个荣耀的盼望 就是不仅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他更要有一天要回来 所有蒙恩得救的人 都要与他面对面 圣经上是这么告诉我们 他说耶稣被交给人 是为我们的过犯 复活 是叫我们称义 亲爱的朋友们 这实在是一个上好的消息 我们盼望 今天 生真实实实 可以成为你们蒙恩的时候 成为你们拯救的日子 也因着我们所信的耶稣 他已经复活了 并且他永远活着 知道说因他活着 我就可以面对明天 所以接下来 我要把时间再交给 潘耀弟兄他们全家 来带我们唱这首诗歌 因他活着 神差爱子 他名叫耶稣 他赐下爱 一只宽恕 死里复活 是我的自由 那空奋怒 就是我的 就提起号 因他活着 我们面对命迹 定他活着 不再去怕 我甚至到 他掌握命迹 生命充满了希望 只因他活着 因他活着 我能面对明天 因他活着 不再去怕 我甚至到 他掌握命迹 生命充满了希望 只因他活着 他活着